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 我是借这个舞台去跟他分手的 不管事实说没说清楚也好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 真的 咱能好好说吗 你就说你为什么要和我分手 到底是一个什么原因 骗我 我骗你什么了 我不想跟你说真的 杜老师我想跟你说 就是我们我每次带着去聚会的时候 他都是和他的和我的 不管熟不熟的朋友 他都是见面是一个拥抱 然后去和熟不熟的人都去要电话号码 然后紧接之后和我的朋友去喝焦杯酒啊什么的 不管人老婆在不在现场 他都是这样 我只是想让你朋友尽量打成一块 尽量打成一块 用没有贴着脸贴着脸照相用吗 我的兄弟我的朋友和我说过多少回多少次了 说你能不能告诉你老婆医生 我当时知道我的面是往哪里割呀 我拉着我就知道做错了 做错了 这种事是一次两次了吗 多少次了 你在咱家后几下拉着扯扯的 他手都搭着你 我已经演得清楚了 你能不能别再演了 能不能别演了 别逢场作戏好不好 我到底演什么 难道我在你面前就是演戏吗 之前你嘴里面发生的什么 跟别人拍照啊 这些所有你不能忍受的事情 他通过这种哄的方式都把他哄过去了 对我之前都是跟他好好去说 那为什么这次就哄过去了呢 就是有一个那个姓陈的一个顾客 就我知道他哥哥嘛 他说了他认干戈的时候你在边上 对我是不想拨他面子 但是那天的事你让他自己好好说一遍 那天你到底干嘛去 你愿不愿自己说 我让你说一遍 我现在不想跟你生气 我现在不想跟你生气 我想好好跟你说 你说吧 你自己说吧 他刚说了一遍 你说吧 那天 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 他今天晚上车坏了 回不来 其实我当时我已经特别生气 你生气 你说出来 我给你小房子把他赶过来的 听他说完 还有呢 然后 几年之后我刚要 嘱咐他上去 我说你少喝点别喝多了 因为他胃口就是特别的不好 然后 我刚要挂电话 然后他见面就已经跑去 跟电话没有挂断 然后我就听那边说 一个男人跟他说 要去泡温泉 但是之后他从来没有跟我讲 然后我还 我还 我还听 那天晚上是因为我没有去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跟你说 我不想你有什么误会 我真的没有去 亲爱的 我真的没有去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然后那个男的说什么话 你总是我都 真的 因为他之前的那些射焦方式 我真的不敢想象 当时那个画面是怎么样的 我都已经说了 行了行了 我发现没有去 不纠缠这个了 你给我站好了 把手放开 把手放开 站你那去 站那边 两人隔开一定的距离 你就是受不了这套 他就是这套 所以他才会忍耐了 忍耐了三年 到后面 急了 你自己说清楚 怎么回事 我那天真的没有去 因为我身体不舒服 但我 我真的不好 不好 就是说 我不去 我不好这样说 我肯定就是特别委婉 去的时候 到了门口 我说我真的身体不舒服 今天不方便 然后他们就开始把我送回去 诚哥呢 诚哥他们去了 诚哥去了 对 诚哥 这件事情当中 你不相信的是哪一点 是他有没有去抱温泉 还是你觉得他 做了什么 你对不起你的事 都有 你都认为 对 如果这件事 给你解开了心结呢 我觉得 还是说算了 算了 来 你别说话了 接通 诚哥 喂 喂你好 是陈浩吗 你哪位 完美告白的录制现场 喂 诚哥 我是红雅 红雅 真的不好意思打扰你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上个月八号 我们出去吃饭 我和渔翔有点小误会 因为那天我没回家 我希望你能跟他解释一下 那天我到底有没有 和你去泡温泉 那个小鱼跟你在一起是吧 对对对 哦 那个小鱼 小鱼跟你说哈 那天是 是是那天喝多了 是喝多点酒 后来那个 我几个朋友 说去泡温泉 然后当时那个 红雅 是把我们送到 然后他说 他那个不太方便 对 你觉得你的这个干妹妹啊 红雅啊 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这个怎么说呢 我这样吧 我问两个问题好吧 这两个问题 一个是帮小鱼问 如果有冒犯的话 你不要介意啊 你跟红雅 除了哥哥和妹妹的关系之外 没有其他的关系吧 这个绝对没有 你有气质了是吗 因为我 我自己是已经结了婚的 好 这个绝对没有 第二 如果红雅是你自己的妻子 或者是妹妹 以往在你和红雅出去 在应酬的过程当中 你会认为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 也没有什么不妥的 因为他 红雅这个 他是比较热情 但是我觉得 红雅是一个 还是真的是比较有缘的 但是他特别聪明 好 好 谢谢你 谢谢 诚哥再见 多有礼貌 诚哥再见 聪明这两个事实在是点出了有些做销售人员的精髓 像这样的女销售人员天天游走在刀尖上 她觉得自己可以很聪明 可以在获得利润的同时及时的抽身 但她不知道 她每天遇见的可能都是些老独立 你总有失足的时候 但到那一刻的时候 你才会认为 聪明反备聪明 但为时晚 这个女生冒险冒习惯 她没有失过鞋 所以她认为一切都是安全 但是恰恰基于现在有一些女孩子认为 我在奋斗的路途过程当中 以一个人生活非常苦 难以适应 生活残酷为由 而不断地让自己去忍受一些不尊重自己的行为 但是你要知道 这样的行为一旦突破了 你这辈子都会后悔 你听了我们的对话 你明白了什么 你明白了你身边的这个女人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我不想多说什么 我还是要跟她分享 为什么呢 因为发生了太多太多事儿 你的意思是指她的那些生活当中的一些轻浮的行为 你还是无法接受 对我已经跟她说了很多遍 我觉得如果要是我是一个男人的话 我的女朋友这样子我觉得那就是秒杀呀 肯定马上分手 姑娘你究竟是太聪明了还是太傻了我都说不清楚 她已经非常习惯这种男女之间这种有一点点小暧昧或者小亲密的这种举动 所以可能包括可能她应酬的时候呀她会去用这样子她认为是一个很平常的一种相处方式去跟每一个她所接触的男生有这样的一种接触 我只想替她说一句公道话是什么 就像诚哥在电话里面刚才说的 她说红雅妹妹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女孩 为什么诚哥会给她介绍一些那个朋友去买她的珠宝 所以她非常的聪明 这只是她的一个社交手段而已 她也不是说我要刻意去给你一些暧昧呀 我喜欢你呀或者说去勾引你来喜欢我呀 其实你在做任何事的时候呢 一个女人也要考虑到自己男人的内心的感受 有的时候当你去跟别人很亲密的互动的时候 你要明白自己享受她会难受 自己开心她会恶心 那么我真想奉劝这样的女生一句话 其实姿色从来不是女人的事业 事业才是女人的姿色 我想对男孩说 你为什么会容忍她不去很严厉的去批评她呢 批为你内心自卑 因为你知道你给不了她这个依靠和安全感 所以她只有靠自己去打拼 如果说你可以有底气的站在她面前说 你这个工作别干了 在家待着我养你 不准你这么穿 不准你这么喝 不准你出去 她还会这么干吗 你当初喜欢上她是喜欢上她什么样 她的性格 我觉得 你当初也是喜欢她这种豪爽的性格是吧 对 那为什么现在这种性格就不行了呢 因为现在我是她的男朋友 她当时 男人的劣根性就出现了 舞台上管你怎么样 只要我是个看客 你怎么样都可以 但一旦成为我的老婆 对不起 那就叫水性洋花 是这个意思吗 你曾经也是一名看客 但你把这朵花摘下来 你想摘在自己家的盆栽里 但这朵花不愿意 总是想着长出去 是吧 你现在不乐意 所以我说你什么呢 你早就喜欢她这样的性格 而且在这三年的过程当中 你始终没有表现出自己的立场 跟她狠狠地谈过这些事情 所以让她误以为是成为了习惯 和你的默许 才导致今天这样的一个 你好好想一想 想完了之后 你再做出你自己的判断 好吧 那行 那你站到这儿了 你站这儿 有话说话 把事说清楚 接下来是红亚的告白时间 我今天不管别人怎么想我 我想知道你一生怎么看我的 你不是说话是吗 然后 我问你了 你今天应该毫无分手吗 对 为什么 整天时间我已经解释清楚了 你听我说 我们 我们在一起三年 我觉得 这个社会就是我爱你 你爱我就够了 我就够了 我一开始 我特别支持你的工作 我看你每天晚上喝得醉醺醺的回来 我很心疼 但是 直到那天我接那通电话 我才知道你的工作性质是那样的 你可以去找 找一个更好的男人 不用像我这样 你可以过每天 朝九晚五的生活 可以每天也不用再那么强烟欢笑 面对那些顾客了 我觉得 真的 我们分手吧 我们好去好散吧 好吗 为什么 为什么像我这样女孩就得不到幸福 我只是不想再过以前那样的日子 你应该去找一个比我更好的男人 过那种朝九晚五的生活 每天不用再去面对那些男人去强烟欢笑 我告诉你你错了 我想要的生活就是和你在一起 这三年了 我虽然很苦 但我过来很幸福 我心里很踏实 我希望你在一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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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